你有没有想过曾经为一个人付出非常非常的多 不管他想要什么 你都会想为他而争取 当他开心时你会觉得开心 当他伤心时 你会想要陪着他一起伤心 因为你觉得 总有一天 他会为你的付出 而感动 说的实在太漂亮了 Bullshit 你根本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当时的你就只是想要让他知道 他是你的唯一 他是你的全部 可是懂得那么努力的我们 到最后往往还是输给那一些 认识不到一个月的他人 我跟你认识这样久 你讲你不了解我 而这个你认识不到一个月 你就跟我讲你很惨了解他 你还跟我讲你觉得他很惨好 爱靠的是努力 爱靠的是时间 根本就是废话 我发觉非常多的人就是因为这样 而从此对爱失去了希望 可是我想告诉你 爱这样东西 是在你追着人的那个阶段 对被追的那一位 是根本不存在的 你明白吗 是根本不存在的 因为假如存在的话 他就不会拖你这样久 跟你讲要读书 要这个那个妈妈不给 我操再操 你的努力大家都看得到 对 你喜欢一个人 你想要追他 一点都没有错 只不过是你的努力 却放在一个没有给你机会 和没有希望进展的人 当然你会告诉我 你就是放不下他 但是我会告诉你 也许你还没被伤够吧 也许你的心还没累吧 而假如有一天 你终于醒来了 你会发觉 怎么以前的你那么的傻 你明白吗 你不明白 让我来告诉你 你来你来 不用紧 我来我来我来 以前的你 总是把你的时间 还有努力 放在一些不懂得 珍惜你的人 怎么当时的你 不选择放下他 你要知道 损失的是他 是他失去了一个 非常疼爱他的人 而你失去的 就只不过是一个 浪费你时间的他 讲到这边 你们听得懂了没有 其实 没有啦 其实我做这个video 就真的是看见了 很多那些 那种人 所以呢 就 让我觉得 很想要做这个video啦 当然本来就是要像平时 这样子很震惊很震惊的 这样子去做 可是呢 我发觉每次我讲到太领震 诶 太领震 可是呢 我发觉每次我讲到太过震惊的时候 就会引起一些hater 或者是 有一些人很容易误会 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啦 所以呢 就 让大家轻松一点 不要那么的认真啦 but 还是为了要表达那个意思而已咯 呃 还有什么 还有呢 就是在我结束之前呢 我就是要跟你们讲下 今天我是谁啦 其实我们已经拍好了 我还需要edit罢了 所以呢 你们对那个 今天我是谁有兴趣的话咧 make sure你们就subscribe去我们的youtube 因为到时upload了 应该是这几天 我们就会upload啦 这样子你们就可以 马上可以看到了啦 还有假如你喜欢这个video的话呢 make sure你就按一个赞 然后假如你认识我 刚才讲过的东西 或者你认为 你喜欢我还是什么的话咧 你就share这个video出去啦 所以呢 我们下一个video再见哟 安妞 i know you can go to the next day